在学生跟老师的配对上面能够找到林老师来帮我做指导 我是觉得非常的庆幸 对于其他的领域我听到同学说的也都是他们 找到他们所要申请的科系 那具有那样专业背景的老师 我是刘婷豪那我毕业于晋星高中 那我今年录取台大法律系三个组别 然后政大法律系台北大学法律系以及阳明交大材料系 最后要就读台大法律系财经法学组 曾经在征战参与书审以及面试的一对一辅导课程 那我最后会选择台湾大学法律学系财经法学组就读 是因为从两个面向来讲 一个是在法律领域的话 台大法律系财阀组是国内的最高法律学府 在另外一个面向来讲 法律跟材料我觉得法律是一个可以更直接的去帮助别人 与人互动的一个学科 那未来在工作上面也是有同样的性质 所以我决定最后要就读台大法律系财经法学组 在以前有听闻过登站是有专门在二阶 无论是书程或是面试上面给予学生很多的帮助跟指导 考完学测之后 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是有参加医学专班 跟我推荐所有征战 因为我是三类组嘛 但是我要申请的是法律系 那他就跟我说在征战这边可以找到一些协助 那一些资源可以让行街可以更加顺 其实我从国小跟国中的时候想读的就是法律 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参加过生物专题 同时在高一也录取了中文医院跟清大的生命科学人才培育计划 投身在就是未来想要成为一位医师 只是没有想到在最后学测 是不是有一点失利 失利之后就其他科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那刚好也都符合台大法律系的筛选标准 因此就决定回到要申请法律系的这条路上 参加了征战的课程 书审跟面试上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把过往在三类组的学习经历跟法律跨领域结合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书审 还有最后面试的表现都获得教授的勤来 所以最后就顺利的录取台大法律系 作为失利之后有跟家人做一些讨论 他们本来都是希望我可以透过分科测验 或者是明年再重考一次 但是我觉得自己对法律有兴趣 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就去申请 高中的学习历程大多是在生物医学领域上 我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把过往的经历跟法律领域来做一个连结 就像是参加过一些台大医院的参访 跟一些教授跟医师讨论过程当中 我发现说有一些在医疗领域上面的议题 是可以透过法律制度来做完善 透过跟老师一对一的讨论 就找到一些连结 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在中研院做研究 最后也有论文的产出 我们知道就是在写科学研究论文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逻辑 还有学术撰写的一个能力 对法律人来说 逻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学术撰写上面 无论是科学或者是法律上面的撰写 它也是强调用字要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清晰 这些都是我在跟老师讨论之后 我觉得在我这些过往科学研究的经历 所汲取到的能力 跟法律人所需要具备的特质 还有专长来去做一个连结 因为医学系的面试更全面 更多元更困难 后来我来报征战 申请的是法律系 跟医学系的面试走向就比较不一样 后来是采一对一的课程 觉得是非常的适合 我所要申请的科系 及我的需求 一对一的老师 林老师他是台大法律系硕士毕业 老师其实非常清楚 就是台大法律系的生态 还有教授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是哪些 在一对一的课程上面 林老师他就是提供另外一个 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的观点 让我来去做餐桌 我觉得这是一对一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自己是三类组 可能在选修公民上就没有钻研太多 对于一些法律 或者是真正经济法律系会学习到的法条 没办法信守年来 遇到某一个议题 他需要适用哪一部法律 或者是哪一个法条的话 不是太清楚 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去询问老师的时候 老师都可以很快 而且很精准地把法条抓出来 提供给我 那让我去研究这些法条 在跟书写上面来做结合 学校的公民老师他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协助 但是可能没有像真正在法律上面有这么多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在学生跟老师的配对上面 能够找到林老师来帮我做指导 我是觉得非常的庆幸 对于其他的领域 我听到同学说的也都是他们 找到他们所要申请的科系 那具有那样专业背景的老师 因为经过高中三年更深入的学习 应答上面就可以更有内涵 更知道要回答哪些教授想听的内容 另外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有很多报告 相关的经验 再加上后来有到征战上这个面试的课程 应答上面能够更稳重 更不紧张地去回答每一个问题 那因为面试是 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所以觉得参加这个征战的课程 让我获益很多 老师有指导说 可以试着看着面试老师的眉心 同时让自己的脑袋 是维持一个在思考的状态 同时又不会带太多的紧张跟焦虑 那我觉得这个技巧是帮助我最大的 分成书审跟面试来做说明 我觉得书审上面的话就是 一些现有的东西 要把它呈现出一个最完美的样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跟我讨论说 要如何去撰写学习历程的架构 我觉得架构是在 撰写很多东西之前都必须要发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让我回去延伸自己去思考 那把成果写出来 那等到下一次课程的时候 老师会帮我检视 在老师这样一次一次的检视之下 那最后就产出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学习历程 另外就是在面试上面 因为过往面试经历不是特别的丰富 那可能就是只有少数几次而已 所以制作完书审之后 老师就用剩下的课程来 帮我们训练一对一的面试 就像是自我介绍 还有针对不同的议题 就是自己书审当中的议题 被教授询问到的时候 要如何去做应答 还有重点在哪里 那我觉得都是一些 征战所带给我的帮助 在考完学测之后 无论像我一样感到彷徨 或者是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感到充满希望 都可以到征战来 因为征战可能是我们最强的助力 人生的交叉路口 或者是一个梦想的起点